我的太太既然她就说 她一点都没有想要 成为这个全职传道人 那么她是学护理的 她在医院里面当个护理师 所以她就开始去做 她就去做护理师 那么我就开始觉得说 我就是尊荣她在医院里面 做一个护理师 她非常喜欢照顾人 她非常会安慰人 那么后来她就得到 台北市的模范护士 所以她在这个当中 真的是照顾了很多很多的病人 那在后来她自己就说 有一天她就跟我说 我就再也不跟她提 这个全职这个事情 等我们进到婚姻之后 我就没有跟她提 那有一天她就跟我说 文华 什么时候我跟你去上班 我要坐在哪里 我说你说什么 我们在晚上散步的时候 她就说 我决定要去帮你 然后她就来到我们当中 来帮我们 然后有一天她就跟我讲说 她说文华你知道吗 我想要去读资商辅导硕士 我想去读资商辅导硕士 然后她就去读资商辅导硕士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 她就跟我说 她找到她的护照 她要做的护照就是 她想要帮助每一个心灵受伤的人 透过资商辅导 我发现一件事情 她的护照一直都是去安慰人 照顾人 帮助人 不管在医院里面 在癌症医院里面当个护理人员 或者在教会当中 她都在想要医治受伤的人 医治生病的人 这个是她的护照 可是她就跟我说 当时她决定要权责的时候 其实她所要做的只是想要帮助我 她看到我很辛苦 你是那个需要被医治的人 她纯粹想要帮助我 可是现在她要再去追求她的 那么当有一个阶段 有几年的时间是她完完全全的帮助我 现在是我要完全指使她 当她去读神学院的时候 整个礼拜一全部 对 我要开车去送孩子 我要去送她到神学院 我要整个礼拜一 我要在家里面 扫地 托地 你没那么伟大 几一五一五 做这件事情 最后她很爱我 她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给我 因为你扫不干净 我发现这个事情很美 也是在于我们学会了 彼此去成全彼此 她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开始试着要成全 她做一个护理人员的梦想 她试着成全我做一个牧师的梦想 然后我试着要成全她 去做一个资商辅导的人的梦想 就我想 空间当中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能够彼此地去成全 彼此地去帮助 我再次做一个资商辅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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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